有不少人在买房子的时候,有这样的疑问,都说房子的产权只有40、50年或70年不等,那么等产权到期了,自己的房子是不是就要被政府给收回去了? 别急,小小金融,来给大家分析一下,一,房屋产权是什么?房屋产权,是制房产的所有者按照国家法律规定所享有的权利,也就是房屋各项权益的总和,即房屋所有者对该房屋财产的占有,使用,收益和处分的权利,房屋产权由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两部分组成。 二,以70年产权,为例我们常说的产权70年,其实是土地的使用权70年,我国是实行土地国有制的。 比如说开发商竞价开到了一块地,他们购买的仅仅是这块地的使用年限,土地的所有权,还是归国家所有。 开发商从哪地开发建设到交房,到你手里,土地使用权可能只剩下65年左右了。 三,那65年到期之后,该怎么办?不要慌,虽然说土地使用权只剩65年,但是土地上的房屋所有权,是永久属于你的,因为都是你真金白银花钱买的。 通常土地使用全到期后有三种情况,正常的情况是,土地使用全到期了,届满是自动去期的,那么到时候就跟着联名业主群体,根据地价补缴土地出让金,也是目前默认的方法。 土地出让金,并不是太多,土地价和市场价的差价,根据你房屋的免机,计算不缴,按当时的百分之一到十来增收,而土地使用权还没到期,房子经过五六十年风吹雨打,年久失修,就成为房浪,或者因为城市规划要拆迁,那么,这时候的房子就不涉及到土地所有权势费的问题, 根据国家法律进行拆迁以及赔偿,三,房屋到期之后,土地的使用权国家要收回,或者你没有缴费,那么国家有权收回土地的使用权,对于你的房屋,国家会按照当前的市场价,进行相应的赔偿,目前产权到期默认的解决方法,就是缴纳一部分土地有偿使用费,但是具体的缴纳标准和希泽并未出台, 具体的做法还得看各地的规定而是,小小金融编辑,温月